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過年回去了開不開心 不要再提香兩個字 我回到去沒有網上 沒有記憶、沒有電視看 親戚不陪我聊天 那幾天簡直翻鬼佬月餅 滿極 大家都知道月餅的英文叫做 Moon Cake 翻鬼佬是講英文的 所以這個詞他們都會用英文來講 翻鬼佬月餅就是Moon Cake 其實聽起來 是不是跟我們廣府話的 滿極很相近呢 所以翻鬼佬月餅 其實是一個揭頭語 意思是講非常沉悶的意思 翻鬼佬月餅 究竟是甚麼回事 看看下面的情景就知道了 小弟哥就會翻鬼佬月餅 我要上班了 你乖乖在家 我回來買朱古力給你吃 我要和你一口 我不要朱古力 唉呀 我都說我要上班了 那你不吃朱古力嗎 我買四驅車給你玩 我不要四驅車 唉呀 那我試試帶你來遲來玩 我不去呀 不去呀 不止弟弟哥會發爛爛 大人也會的 喂 假期去哪個旅行好 除了非洲 哪裏都不開 非洲 很熱的 而且局勢有 去美國吧 不去呀 俄羅斯 都說不去啦 那去澳 不去呀 我不去 不去 不去 以上這些呢 就是發爛爪的情景 不講道理 不能商量 不達到目的 就使出無賴手段 死了爛爛 但是呢 還未至於出現 無端罵人的那種激烈的舉動 如果用到激烈言詞來舉動 咬橫曲折地指責別人 那就不單是發爛爪 而是發浪禮 三叔呀 三叔 你呀 叫我抄那首詩呢 有時候我看不真 幫我看看 唉 這麼沒用的 醜書都不懂得看 拿來吧 拿來吧 拿來這裡呀 什麼字呢 什麼字呢 是呀 這字 怎麼 唉呀 你早就不拿來問 現在才拿來問 這麼久了 誰記得什麼呢 唉 自己寫的字 自己都認不出 還好像大條道理那樣 罵鬼人 諸如此類 就是典型的發浪禮 浪禮這個詞 自古有之 基本意思呢 就是 好像狼那樣 亂七八糟 打橫禮 狼的兇殘 就是九父聖靈 不用解釋了 禮是什麼呢 就是不正常的 咬橫 扭轉的意思 廣虎人呢 有個睡禮頸的說法 用到個禮字 就是指 睡覺的時候呢 浸浸頭的位置 不夠正常 長時間那樣 咬尾一條頸 造成普通話 所說的 鬱陣 廣虎話呢 還有一個冤禮的說法 比如說 我沒有拿過他的筆 他就是都說我拿了 他這麼冤禮我 我怎麼都不肯過他騙我 那就比如說 要做證據 沒有證據 很容易冤禮了人的 這個冤禮 舊舍是很常用的 至於 浪禮這兩個字的讀音 如果按廣州人的讀法 應該是讀 浪禮 為什麼會讀成浪禮呢 我想 如果不是古老相傳 都是這樣讀的話 就是用了佛山音 法浪禮呢 既傷害健康 有傷害人 就是關係 是一件有害無益的事 我們做人 都是要時時警惕 不是法浪禮好一點 但是 正所謂衰防人不仁 有時做事 亦都要顧忌一下 人家會不會發浪禮 這樣才行 比如先那一陣子 有隻美國船 被海盜劫持了船長 船員自己 亦逐了一個海盜 就想放回海盜 去交換船長 怎知這邊放了人 海盜那邊 還是夠浪禮 仍然說是要拿到贖金 才肯放船長 我估計 直到世界末日 都還不少得那些浪禮人 在開始今天的月級挑戰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上個星期的獲獎名單 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和以上的幾位觀眾聯繫 請按照短訊提示的方式 凌聚獎品 再來看看今天我們 月級挑戰的題目 廣東麻雀術語 暫獎是指什麼 A.長期練習者 B.長期出寵者 C.長時間思考不出牌者 E.站著來打牌的那個 在明晚6點前 發送300家答案編號到106.635 答中的朋友 就有記錄得價值300元的豐富獎品 通過以下網址 或是軟訊方式向余老師提出問題 都有機會獲得獎品的博 越港越個人 我們下期再見